大海台节目小主播看天下 以作品给寄居谢一个家 入围了德国慕尼黑儿童双年影展 7到10岁非戏剧类奖项 这个儿童影展是1964年成立 今年共有60个国家 将近是400件作品参赛是历年最多 预计在25号当天会公布得奖名单 而小主播花勇慧也亲自前往德国观摩 经过了14个小时的搭机时间 我们终于来到了慕尼黑机场 接下来的6天 我们就要在这里参加慕尼黑儿童影展 邀请大家一起帮我们小主播加油 小主播看天下给寄居谢一个家 入围慕尼黑儿童双年影展 内容主要叙述两位小主播看到寄居谢找不到壳 只能够背着垃圾塑胶壳 因此决定在校园发起布检贝壳活动 也到大街宣导 引导大家一起来关心海边生态破坏严重的问题 他们都把垃圾当家很可怜对不对 今年有60个国家400件作品参展 是历年来最多 能够入围已经是肯定 大会也会在现场播放 并且在25号选出得奖作品 大海新闻德国报道 最后就会说也是对比较膿 第一次由我先来 林鼻梁